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以璀璨台中 树光再望为主题 结合当地森林环境 主灯森林守护 光之树 树上搭配着错落的灯笼 象征着传统灯意与多样生态的完美融合 营造唯美氛围 今年是15年 政府也发发这个超Q的老鼠小提灯 有双边的设计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从前几年开始 灯会里的基督教灯区 成为众教会传福音的重要管道 而今天看到这个基督教灯区布置得非常漂亮 是以圣经启示录作为发响 将灯区设计成新叶路撒冷城 这次的灯会蛮漂亮的 蛮开心的 有啊 特别的不一样 灯区里共有四个主题灯 分别是神与人同住 生命树 生命核 除罪医治 象征神对人的爱 而灯区每天都有福音解签活动 要将生命平安传递给参观的民众 我们同心合一 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要来在募款 还有征召这个志工 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很多的教育就一起参与 那我觉得让教会在团结 合一 还有在一起来影响这个城市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看见有许多人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非常需要平安 那透过这样的灯区 我们看见许多的人 涌入到宗教灯区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 今年的展期将持续到 2月23号晚上10点 可上网查询转程接步车资讯 抵达现场 由于现在处于疫情期间 提醒民众来到灯会 还是做好防疫措施 前来灯区享受视觉饗宴